真的撞得好慘 黑色轿车卡在骑楼 旁边的臭豆腐摊一塌糊涂 锅炉 机具 板地都是 还有针筒臭豆腐也飞散一地 车头烂了 摊位也烂了 目击者说 害理民停等红灯的骑士 被撞飞到五公尺外 我当时在这儿飞到那儿 这很好看啊 然后从那边就起起来啊 好像甩尾这样子甩进来啊 太大人了啊 目击者连说带比 轿车女驾驶 疑似因为赶上班 加上闪车不及 才甩尾大失控 冲撞骑楼撞倒整个摊位 水桶费油啊 整个它撞到那边的墙壁啊 然后我就整身都倒在那里 全部都是费油 对方是红灯左手 然后我要闪他 我踩下车之后 就是整个铁过去撞 女驾驶说当时闪避一辆 闯红灯的货车才会不慎撞车 包括她跟骑机车的老妇人 都受伤送医 但其他被迫及的人也不少 包括臭豆腐摊的工作人员 被泼了一身油 那一名男子在跟旁边 煎脚摊的老板聊天 也全身都是酱油 他正准备去工作面试 好尴尬 我跟老板人聊天 这车车整个撞进来了 好像有味道 我刚刚有发生车后 真的都那个酱油味 全身都是酱油 还是得硬着头皮去面试 老板问怎么会有怪味道 这些应关事件 发生在9号上午9点多 屏东市自由跟仁爱路口 幸好伤者送医之后都没有大碍 谢谢张春华感觉报道